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次就继续讲记聚描写和书情写作 题目都依然是这个 假设文老师是你最敬爱的老师 他平日代人和处事的态度 更加令你体会到中国文化可贵的一面 是作文一篇技术文老师的言行 并且抒发个人的感受 上次我们已经讨论过选材和立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应该考虑用什么写作手法 来表达内容和主题 关于本文的写作法和后来有什么意见 可以从四方面看 第一方面就是序事方面 就可以选用第一人称来序事 可以令到文章较具真实感和亲切感 序事方面第二点就是 可以使用倒序、插序、顺序的手法 比如以倒序入题法 先写文老师新病轨截 再加入顺序和插序 追寻以前的事件 最后都要注意全文的线索安排 尝试以文老师自强不惜的形象贯穿全文 令到文章有组织法度 结构紧密 好 在描写方面 第一点 就着人物描写来说 需要注意运用肖像描写 语言描写 行为描写 以至心理描写等的手法 去刻画文老师的形象 另外也要善用对比陈托 以文老师为主角 当中第一人称的我 同学和其他人物为配角 以襯托文老师的性格 其中可以借我班同学的前后变化 突显文老师的形象 在书情方面 第一 就可以借视书情 以事件为主 滲入各位第一人称的我的感受 特别注意书法对文老师的敬爱之情 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赞赏 另外也可以借物书情 或者直接书情 就是可以借助景物 来书法感受 例如将文老师比喻为松树 表达对他的敬意 当然也可以加入直接描写的手法 而加强书情的浓度 至于最后 修词方面 就要注意使用比喻 以人 对比 无状等修词手法 第二 要注意人物对话 所表示的不同语气 好了 我们已经大致确定了文章的题材 主题 和写足手法 但大家就不要 急于下不和 最好 就先写全文的大纲 或者段落大衣 如果足够时间 最好就先起稿 后修订 再腾写 令到文章较为清楚 整结 也都要注意字体端正 标点正确 各位同学 俗语就说 万事起头难 大家会怎样下笔写文章的开头呢 以下是一个事例 就近攻参考的 同学就应该自行写了 就参考我以下的第一段 文章 祝你早日传遇 我们会自强不息的 更渴望你早日回来 带领我们继续藏关 我在维文卡上 写下了祝福的说话 心窗 杀时 透入了 光亮 文章的容貌举止 又在窗前出现 那这里呢 就是第一段 那么在第一段 我们就尝试以简洁的手法处理 那么我们都用到的是 倒序法 先写 现在 最少各位我呢 只要写慧文卡 写上一些祝福的说话 表示文老师就生病了 学生们都很渴望他康复 那就表示他很受学生的爱护 而当中有一句 心窗杀时透入了 光亮 当中的这里 心窗 是以物法来的 就由窗 而带出光亮 阳光就由窗外照射入来 而光亮就像一种比喻 或者借语 而比喻文老师人格高尚 更加是学生的人生导师 至于最后一句文老师的玉毛句子又在窗前出现呢 当中窗前就承接了上一句的心窗 表示文老师的形象就是在我的心上浮现 而这一段的散略号呢 即是尼尾这里 就表示意思是未完的 文老师的容貌举止 容貌举止 是怎样的呢 那就由此带出第二段的超像描写 再转入聚述往事 好了同学们 下文我们将会怎样描写文老师的外貌呢 大家不妨先想一想 留待下次再讨论 现在就给个练习大家做了 那作文题目呢 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这一条 那同学们呢 就可以试试根据自己所选的题材 立意和所定下的写作手法 去自行写作文章的开端 大概第一至两段左右 那同学呢 就可以自由写作 也都可以参考呢 刚才所讲的事例的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先 拜拜